这个是我大娘种姜的肥料 你看这个都是橘子粉 这个上面这一层 还是这里还没有腐化垫 你看都是橘子粉 我大娘现在把姜给已经拔回来了 炒腊肉 这个就是我们的红薯淀粉做出来的 你回来了吗 好了 还装不下 还剩了一点没装了 还有一些吧 估计有一百来斤 装多了 怕这个 叼了是吧 这个姜大了 大娘这个姜蒸了好多 你看 好大一块 你看这个姜 我去炒菜去了 好了这个姜很亮 今天我们用柴火炒菜 烧热了一下 烧热了一下 尝一下我们今年的新爵巴哈 这个爵巴是我们这两下筛杆的 麻辣豆的哈 嗯 非常好吃 绝巴炒腊肉 我们这边就是喜欢这样炒 这个腊肉也好吃 嗯 尝一下今年做的绝巴就是红薯淀粉做成的 我就是不会煎 还是我婆婆做的好吃 这个腊肉 这个腊肉好吃 不肥 五花肉做的肯定好吃 肥瘦相见的 马上就要打霜了 所以村里面的叔叔阿姨她们的姜都比较急了 都要我们赶快来收 我们去看一下我们邻居省省家的 看 这个姜都是我省娘她自己种来吃的 这个脏面好好 都有人高 嗯 家费放得多了 嗯 看 看 看 老师有点都有多亲 我们去把皮肤差点 我倒进去 看 这个还可以了 嗯 我这边有点不鲜 嗯 我这边有点不鲜 哪个黑子没鲜 没鲜 这鲜的鲜 嗯 我这好鲜鲜 这好鲜鲜 我要插一会儿再来 谢谢 这好鲜鲜 好 现在我们把大薄的姜打一下包发货 今天总统快递车子做了 我们只能发顺风了 看一下这个姜 刚刚是小西和我大娘挑血过道 这有100多斤 100多斤是吧 还有我们邻居沈娘家那里也有100多斤 今天我们是争取全部给它发出去 觉得是现在这个 哎呀 上午要把姜下午也要挑选 有点忙不过来 对 还有 这个都是给大家发货的姜 你看都是很好的 带红鸭的姜 在市场上面是很难买到的 这个是我们瓜瓜挑选过的尾身 才会发货的 这里有20斤 前面说我大娘家的 我们后备下的那个城杆坏了哈 现在还没维修 只能用这个铲子把它立起来 不然的话都不好卸货了哈 车子用久了 用一坏了 谢谢 要加油啊 要化新车了 我们这个小车到货车用还是不耐用 发货车送了呗 现在发货了朋友们哈 我们今天的小黄姜 只发了一半哈 还有一些的话 因为来不及了哈 今天顺风五点车子就走了 只能把这些钱给大家发货了 明天拔了姜再给大家发哈 大家感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